大家好 我是哲偉 我介紹的是 有一個狀態比較像是收集中的專案 我們這邊有開始去收集 可能是以國內為主的公民科學的一些計畫 這個計畫就是說 可能大家有聽過 像iNaturalist 它是生物調查APP 很多的NGO團體甚至大學會用這樣的工具 例如說海洋委員會那邊 它有很多讓釣客可以回報說它釣到什麼魚 這樣的一個公民科學的計畫 那這種各個領域大概或多或少都有蠻多元的計畫 那只是說怎麼樣去整合 或讓大家一次比較容易看得到 所以我們先用一個AirTable的工具去 把這個清澈的基本資訊把它匯整 例如說它有的名稱 然後它的一些基本描述 那還有就是如果我今天要參與這個計畫 它有一些網址跟網站 甚至它有個專案的社群的部分 還有一個是它會需要什麼關鍵的設備 例如剛才提到iNaturalist 它需要有一個APP的手機 才比較可以參與這個計畫 所以邏輯上就是把 在國內比較大家可以參與 也涵蓋一些雖然是國外計畫 但是在國內也可以參與的計畫 都可以發在裡面 所以大概之上就是我們先用這個表單去統整 那這個統整到一個程度 其實也可以延伸一些討論 例如說公民科學的關鍵的設備 如果你今天就只有一台電腦 你到底可以參與什麼計畫 或者說你一定要學會水下潛水 或水下攝影 你就可以去參與海龜回報 或珊瑚礁回報的計畫 所以這個是比較延伸去 把它裡面比較關鍵的設備物質 甚至說各位可能聽過那個鹿沙社 今天看到路邊有一個 可能受保育動物被車撞到 那很不幸它是屍體 但屍體對於這件事情也很異議 所以它還要連接一些物流上 跟行政通報的一些環節 就會從這個角度去找出一些計畫的特性 當然就是協助一般的民眾去思考說 我今天如果擅長某些拍照攝影的技術 或我對於某一些的技巧 例如我很會釣魚 那它其實可以對應到很多的 公民科學計畫的參與 那最後我們也會去把一些 公民科學對這樣的一個領域的事情 去進行一些讓民眾去表達意見 舉例來說這個是用Police去詢問 詢問大家說 例如說這個問句說 我認為公民科學跟傳統科學沒有太大的差異 只是一個分享化的執行 那這樣的表達 大家有一部分覺得說對它同意 或有一部分覺得說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邊有蠻多的問題 大家如果有空也可以去幫忙填填看說 對於公民科學這個比較廣義的概念 你覺得是怎麼樣 然後別人也可以幫你回應這個問題 所以以上這個專案 大致上就是以匯整這個公民科學基本的資料 然後從中看衍生一些 例如說它的 甚至是數據整理的方案 像它有些的專案是自己架open source的方案 或者說有些是用這種國際上的一個大平台 就是有點是幫忙標註 或者發起一些 有點類似切豆腐工作這種平台 那這都會是在看這些專案裡面 所使用的一個方法 那剛才提到設備器材它也是一個標籤化的 我們就盡量把它變成標籤去做使用 還有有一些行政區的特性 就是不同的計畫 有些是蠻專門行政區的 就特定的行政區才會有這個計畫 那剩下的現在還在處理 就是把一些 可能是包含科技部的研究計畫或文獻 就是可能某一個材料或研究 它曾經針對某一個公民科學計畫 做一個比較深入的探討 那這些文獻跟材料都可以把它整合在同一個 Airtable的關聯架構 那這時候去查詢的時候就會比較快說 除了看到計畫也可以看得到 它有沒有相關的研究論文 那以上這個專案我們是有一個社團 所以可以在今天的HackMD的共筆上面 去找到這個FB社團 那相關的資料跟查詞的網頁 還有該的Police的調查 都可以歡迎大家來使用 那以上是我們的簡報 謝謝